各位亲爱的投票朋友大家好 我是亚洲投顾林红相 欢迎收听优质节目频道 赢家应对 路遥之马力日久见人心 今天是6月20号礼拜五 台湖今天下跌43点 收在9273点 量能比昨天稍微放大一点点 大盘今天的成交量是963亿元 昨天大盘成交量是902亿元 好 各位亲爱的投票 关于今天的解盘 事实上在上节目之前 我一直在想 我要如何把周末今天这个盘式 用怎样的方式去解盘 是讲比较乐观的一面 还是比较悲观的一面 应该是说 基本上我们算是 这个节目的主持人 那另外一个角度 也就是说我们是投顾老师 那身为一个投顾老师 我一直常强调一句话 既然人家称之你为老师 就是传道授业解惑言 那投顾老师通常不会跟你传道 也不会跟你授业 也不会跟你解惑言 投顾老师只会告诉你 赶快参加他的会员 他能够带你赤字掌听办 那我一直觉得 那个不是我的时代 说真的 你从下午1点半到晚上12点 你应该知道 我在这个频道里面 算是一个比较异类或另类的投顾老师 好 所以一开始在上今天这个节目之前 我一直想去 应该是说让自己的心情有点沉淀下来 我是要去塑造 去塑造 营造一个比较乐观的一面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我就告诉你 哇 今天升纪股很强 今天 哇 4168的唐莲盘中 开盘没多久 就亮灯掌听办 我今天也可以告诉你 4152的台围体 从当初我们在4月中下旬 推荐给大家的 那时候 升纪股来讲的话 台围体那时候大概在250左右 到今天已经323块了 也就是说我今天可以花很多的时间 先告诉大家哇 今天升纪股 你看 今天升纪股涨了嘛 今天升纪股的所谓的 五日均线 十日月线 基线整个呈现黄金交叉 它除了之前我们讲的站上基线之外 它整个呈现多头排列的黄金交叉 那这个跟必须跟头部解释一下 什么叫多头排列的黄金交叉 也就是除了 应该这样讲好了 定义就是五日均线大于高于十日均线 十日均线高于月线 月线高于季线 那除了这个之外 这四条均线都是要呈现翻阳向上的一个助长效应 所以我在想说 我今天是要用很乐观的心情告诉你 今天升纪股 哇 持续的多头排列 然后今天唐连涨停板 今天台围体也大涨 还是今天我是要告诉大家 台股这边你需要停看听呢 特别 你想要听哪一种 如果你今天手上升纪股的 你当然想说 哇老师你就告诉我未来升纪股 你看多好 那如果你没有升纪股的人 你如果全部都是电子股的人 这边你就会比较稍微有压力一点点 所以在上节目的时候 我一直在想 我今天节目到底是要塑造怎样的气氛 所以既然我没办法去厘清的话 那我就两个都讲 好不好 我两个都讲 好 关于大盘 我的看法 我们曾经告诉大家 我说礼拜三 那时候台子期结算 那根筹码有没有松动 有 那根筹码有没有凌乱 有 那根筹码有没有警讯 有 都有 我都知道 好 但是我们告诉大家 我说掌实重支撑 不堪压力 对不对 所以说你不需要去预设立场 那根到底是不是换手量 一天之后 两天之后 他就会告诉你 他是否换手做成功 没错嘛 一天之后 两天之后 他自然而然就会告诉你 他是否有换手做成功嘛 昨天礼拜四是换手第一天嘛 昨天礼拜四涨嘛 所以涨啊 那就没问题啊 今天是礼拜五啊 但是今天跌啊 但是今天跌啊 调好意思吗 但是今天跌哦 好 投票 这个就有点 吊诡了哦 为什么要这样子讲 正确说法这样子好了 呃 礼拜三是 台词机接算 好 所以 如果 投票 如果你礼拜三有看盘的话 你应该知道 礼拜三那根盘中上下震荡 他从11点半 11点20开始杀 杀到12点20 然后12点20之后开始做吉拉 对不对 好 今天如果你有看盘的话 今天的最后一盘 爆出 127亿的成交量 投票 今天的最后一盘爆出 127亿的成交量 今天是太子奇结算吗 不是啊 今天是摩台结算吗 不是啊 今天是MSCI生销日吗 不是啊 投票 我这样举例好了 127亿你就知道大不大 在礼拜三太子奇结算那一天 6月18号那一天 他的最后一盘 最后一盘 才爆出60亿的成交量 60亿的成交量 今天是128亿的成交量 所以今天最后一盘的成交量 事实上 比 台子奇结算 最后一盘来得到 那你无言无故 为什么爆那么大量 有问题吗 我一直告诉大家 当你看到有异象的时候 你就应该停看听 好 那 我是 应该这样讲好了 我曾几天在节目中 曾经讲过一句话 我说大盘 不管他来到9220 还是市场讲的9309 就我在股市里面的观念 9000点以上 说实在话 凭心而言 真的有某些风险 也许今天市场告诉你 像 台湾先生 谷月韩 就是花球 花旗环球证券 台湾区研究部主管 谷月韩 大家讲的台湾先生 他上看台股 上看万点 好 投票 每次我看到外资 出具这种研究报告的时候 我都会 心 心纠结一下 就像前几天不是港商 调降宏达电的平等吗 就宏达电那天杀到132 之后 今天宏达电的收盘价是136 好 就是如果你礼拜三 砍宏达电 24278张的人 砍在132块的话 今天宏达电 136块 就当看到外资 对于一份研究报告 过度的乐观 或悲观的时候 我们在股市里面 久的人 你心都会很纠结 都会很纠结 好 所以投票 如同一开始破题 我所讲的就是说 就我在股市里面的经验 不管是 你说之前网络科技泡沫化 10393 那个我们不用去谈了 好 那个是纳斯达的网络科技泡沫化 造成全球的一个资金排挤效用 这投票 纳斯达现在指数多少 你知道昨天收盘价 纳斯达多少吗 4359点 网络科技泡沫化 那时候的纳斯达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5000多点 好 5000多点 所以道琼创历史新高 纳斯达还没有 那投票 我绕了一大圈 是要告诉大家 就我过去的经验 不管是 你说10393 那个我们不用谈了 好 那个可能是 早期时间点 近几年台股的高点 不管是9859 9809 9309 9220 事实上 逼近9000点以上 你应该要有危机意识 我这样讲有错吗 虽然技术分析的原理 你告诉我们长时重 直撑 你不需要去立场 长到哪里 虽然是这样子 但是在某些东西 在我们的情感的 情感的应该是说 情感的应该是说 基本的sense里面 你会觉得这边你应该适度的 要有危机意识 可以接受吗 应该可以接受吗 我举例好了 假设你今天在高速公路开车 你时速190 100 110 应该都在可接受范围 应该都不会有多大的问题 那如果你今天在高速公路 你的时速如果是150 160 170 可能就他的潜在风险 危险性就比较高 也许你会觉得说 老师我的开车技术好 或者说 现在深夜 然后前面一公里 后面一公里 左右都没有来车 所以说 飙车没问题 就说至少我们的直觉 我们的常识会告诉我们 你时速越快到一定的程度 你相对的危险性风险会比较高吗 应该可以接受吗 好 所以我今天绕了一大圈 是要告诉大家 9000点 尤其现在是9300点 任何的风吹草动 事实上都会引发不确定的 卖盘的出来 这是我想跟大家去分享的 好 那今天早上我看到 经济日报头盘头条 他说因为通膨的通膨 因为伊拉克不是有内战吗 因为伊拉克的战火升温 所以带动国际油价的飙升 下周国内的油价将调高 预计器材油将每公升大涨0.5元 0.6元 调幅从1.3%起跳 改写今年油价单周涨幅记录 就是说他大概就是有这样的数据 好 那投票 我们都知道原油石油 它是任何原物料的最顶端吗 如果你石油涨价的话 你应该会造成所谓的通膨的压力吗 知道我想表达的 如果你原油一直涨 它一定会造成某些原物料的上涨 通膨的压力 好 这个让我想到 国内目前涨幅石油最多的一次 如果没记错 应该是在100年的时候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在 100年吗 101年 4月1号吧 我记得那时候 马英九总统那时候有开记者 我也说他调高油价双涨吗 是4月1号还是5月1号 我记得好像是愚人节吧 还是五一劳动节 不是4月1号就是5月1号 4月1号就是愚人节 5月1号就是劳动节 还是对我如果没记错 不是4月1号就是5月1号 详细时间我可能要查一下 我记得那时候 马英九总统他确立要去执行 油价油电双涨的时候 造成台股的 急速的下跌一波 急速的下跌一波 详细数目是 我可能真的要查一下 是4月1号还是5月1号 这个有点不是那么敢确定 但是我知道当他宣布要油电双涨的时候 造成股汇市开始 那一波直接杀到6,857点 从8,170那波直接杀到6,857点 所以今天你看到如果是 整个伊拉克内战造成石油的上增 然后下周国内原油要去调高的时候 那通膨压力会不会增加 平心而言是真的有 平心而言是真的有 所以各位亲爱的朋友 我今天绕了一大圈 我要开始跟你做大盘的ending了 大盘的ending 我的看法是这里 这里是从6,609上涨到这里 9,339点以来 涨了2,700多点了 从100年的12月 现在是103年6月 所以这一波多头已经足足涨了两年半了 足足涨了两年半 所以我想表达的是 下个礼拜 是台股从6,609上涨以来 这2,700多点以来 或者这两年半以来 最重要的时间转折周 所以下个礼拜请您务必 停看听 但是我必须强调 大盘今天创新高 创新高它就是多头 虽然今天创高之后过程中 开高走低嘛 那表示今天有卖压在做调节 虽然今天的K棒很丑陋 这个我都知道 但是涨时重支撑 只是身为一个分析师 我有义务告诉你 既然头股老师 人家都讲的老师老师嘛 传道授业解惑也 下个礼拜台股只能涨 不准跌 所以下个礼拜 1,2,3 台股如果持续的做上涨 这个都没问题 这都OK 如果下个礼拜 台股做拉回 那我的经验值 我就必须告诉大家 它应该会有拉一波 这也是我想跟大家去 讲一个概念 你从6609涨到现在 9339点 不管未来 我这样讲好了 不管未来它是涨到 9500点 9600点 9700点 或者涨到 10500点好了 不管如何 那各位亲爱的投票 你都要心里有个提防 台股会进入一波所谓的中期修正 这一波中期修正可能是 800点 可能是1000点 所以你应该要有基本的保护自己的能力 我不晓得这样解释 你能不能接受 但是指数创新高 它就是多头 所以你不应该 绿色立场会涨到哪里 但是你心里要有提防的 提防的一些 应该是说保护自己 我们说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也许这个盘它会这样 金金涨 金金涨 一直涨去 不管它涨到9500点 9600点 9700点 或者10500点 这个都OK 但是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大牌已经从6609涨到这里 所以它都会有一波的中期修正 而这一波中期修正 它应该就我过去的经验值 可能800点到1000点跑不掉 所以你自己要有危机意识 所以只要大牌一直创新高 你就要将你的支撑点 一直跟它向上做电高 跟它保持一点距离 这是我们今天想跟大家去讲 我不晓得这样讲会不会太沉重 希望不会给你很沉重的压力 我希望我今天的节目 也不会给你很悲观的感觉 而是要去提醒大家 钱是你自己的 那不要好不容易 大牌从6609涨到这里 涨到2700多点 好不容易你在这一波 可能你赚个三成五成一倍 甚至一倍两倍 但是不要一次中期修正 全部吐出去 我觉得那个很可惜 因为我在股市医院看那么久 看过太多人散户 在大多头市场里面都赚很多钱 但是一波中期修正过程中 除了把自己赚的钱吐出去之外 还亏到自己的本金 那我觉得这样都很可惜 赚的时候都不晓得自己怎样赚 赚的时候赚了5%10% 赚那波 赚的时候赚个5%7%10%15% 很高兴 但是一次套劳 都是套劳20%30% 一次修正都是230% 我觉得那个就比较可惜一点点 好不好 所以这边忠言逆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下个礼拜就是台股本坡从6609上涨以来 到9339 2700多点最重要的时间转折 如果他能够持续的上涨 那当然这个都OK 没有任何问题 如果他拉回做修正 那请大家务必适度获利了结 我没有叫你空 再次强调 我没有叫你空 我没有叫你放空 那早上去这个都OK 但是如果拉回 因为礼拜三筹码凌乱 今天不应该开高走低 为了让人家 尤其未攀120几亿的量能 今天不是摩台结算日子 今天不是台史期结算日子 今天 是季报半年报生肖日吗 也不是啊 所以有吊诡 那吊诡的东西就请大家要停看听了 好不好 那时间关系 我们进广告 电话02-2570-5657 也因为大盘现在已经逼近到9000多点了 那我说过 不管他涨到9500点 9700点 或者是101万多点 他都免不了有一波所谓的中期修正 所以我们在这边正式推出 林红像经典技术分析班 林红像2014年经典技术分析班 希望大家都能在头部 不要说头部啦 高档出现转折筹码冲动那一瞬间 你能够全身而退了 不好意思 就说你在这个时候至少要有保护自己的一招 大盘真的筹码送动的时候 你能够在第一时间 先把股票获利了结 落袋为安 所以即去年的 去年我们是年底 今年2014年 林红像经典技术分析班 限量招生 希望大家同样做报名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再度回到优质节目现场 我是亚洲头顾林红像 下半段大概剩下五分钟 我们跟大家去聊一些概念 为什么今天我会突然提醒大家 你应该适度的听看听 因为有异象 有异象不代表他这边有多反空 再次强调 有异象只是告诉我们 这边有问题 例如我举例好了 假设你今天下班回家好了 你平常下班通测时间 假设30分钟 假设30分钟 那你今天假设你下班突然变成50分钟 或者是一个小时 那代表什么 表示今天可能下大雨 或者塞车 或者你今天坐公车 公车抛锚 或者捷运 可能有某个设备故障 然后所谓误点 一定是这样子 不然你平常上下班30分钟 那可能你就是上下顶多35分钟 40分钟 那你会拖到40分钟 一定代表有某些的事情发生 所以大盘今天尾盘 127亿的卖鸭出容 它应该是有某些的东西 有问题 至于 也许它是好事情 筹码换手后 之后会攻 那也许不是 所以这边我认为觉得 我会听看听 就像我们之前告诉大家的 我们举例于蓝牙晶片好了 我说创节 5261的创节 本波是带动蓝牙晶片 急速做上涨的个股 创节那时候大概在100块钱以下 我们推荐给大家 我们推荐创节跟升科 我记得那时候市场 几乎没有人跟你讲创节跟升科 好 等到创节要被合并的时候 创节从91.5到现在的141.5 创节本波大概是上涨55% 55% 好 大二哥上涨55% 但是你二阿哥呢 升科 升科这一波的上涨 从66.7到107 所以升科上涨60% 好 那投票 这就很吊诡了 你最有基本面的个股 人家当初溢价收购 你上涨54% 你二阿哥你的获利能力 你的基本面没有那么好的 你既然是上涨60% 好 那投票 要嘛就是被收并被合并的创节 5261的创节 当初被低估嘛 对啊 你被低估你也能够涨54% 那一定有问题嘛 不然就是 5272的升科被高估嘛 所以他超涨嘛 好投票 我们礼拜三告诉你这个言论之后 结果升科连续两天 在这边做小黑K棒的做拉回 就是这样子而已 好 那一样的道理 我是要跟大家去分享 你去看台股 他已经突破9220 也突破9309 那你再去看南韩 南韩 南韩现在连 连9220都还没破 连9309还没过 他甚至南韩到目前 只是在相对的大概是 8600多点而已 那要嘛就是台湾超涨嘛 要嘛就是南韩 南韩被低估嘛 两个嘛 要嘛就是台湾超涨 要嘛就是南韩被低估嘛 那南韩你说到跌 你可以说到三宗 今年来三宗表现不是很好吗 三宗股价做拉回 所以造成南韩的股价拉回 这个我们可以接受啊 那你说台股涨 老实你不可能这样讲啊 因为台积电 台积电是市值最高的啊 那台积电已经来到127啊 所以台积电带动台股的上涨啊 那你可以说 因为鸿海啊 鸿海现在已经94.9了啊 因为鸿海的涨 再成台股的上涨啊 这个我都可以接受 特别我没有说 南韩比我们优越 事实上我是一个超级 超级爱用国货 我们不要说我们反南韩了 这样子会有所谓的民族意识情节 我们只能说 我比较偏向爱用国货 就说 你从南韩 为什么他股价这么低 然后台股长到这边来 所以我会告诉大家 你应该适度的听看听 我只想带出这句话 害人之心不可有啊 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9300点 你应该适度的保护你自己啊 就是这样子 那再次强调 我没有叫你去放空 我只告诉你 这边你应该听看听而已 就是这样子 那升级股今天整个 如同前几天我们讲的 他已经站上季线了 而且让整个季线翻扬向上了 形成一个黄金交叉的助长 所以他符合当初我们讲的 6月 6月底有所谓的台北国际医疗展 就是现在 他打出出生段 所以季线翻扬向上了 所以这边你要建立基本持股 等他突破下降反压线的时候 也就是我们讲的 7月的升级月那时候 那个就是你要 大幅加码的时间点了 也就是说当初我们告诉你 他在这边逐出出生段 那你从他的量价关系 真的符合上涨有量 拉回量说 上涨有量拉回量说 这个你验证了 那你验证 他均线整个呈现多头 黄金排列 这个你都验证了 所以他应该是符合过去 我们想着 一步一步 照 照不来的 所以现在我们就等待他突破 下降反压线的时候 做加码 好不好 那时间关系 我们进广告 电话 02-2570-5657 下礼拜就是应该是 本坡台股从6609上涨到 9300多点 最重要的时间转折周 这两年半来 最重要的时间转折周 所以提醒投资朋友 你应该学一套真功夫 才能够保护自己 在9000多点 能够全身而退 不要把好不容易 本坡涨了2700多点 好不容易赚到的钱 再缺一下 再缺一下 赚个5% 7% 5% 7% 10% 这样子 好不容易赚到的钱 一次中期修正 20% 30% 全部吐回去 我就觉得很可惜 好不好 所以 林鸿向经典技术分析班 2014年正式招生 名额有限 好好把握 电话02-2570-5657 就祝你 周末假期愉快 我们下礼拜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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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